续续来关心大陆为台军演解放军 释出了最新的画面 大陆飞官驾着战机逼近台湾海岸 现还声称看到台湾的护国神山中央山脉 让台海局势更加的紧张 而美国航母雷根号最近的动向也曝光了 目前已经离开台海 回到日本的横须赫姆港附近 不过白宫罕见的预告说 未来几周雷根号有可能穿越台海 大陆解放军又释出最新画面 数十架尖极机和轰炸机等多型战机 赴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实战化演练 解放军声称战机已经贴近了台湾海岸线 还依其看到台湾的护国神山 恫吓意味浓厚 战机阵容包括了尖11战机 它是超音速全天候尖极机 可近距离格斗还可对地攻击 主要用于夺取制空权和防空作战 同时间十多艘解放军舰艇 也步步逼近台湾 甚至狂踩海峡中线 解放军海空同步包夹台湾 美国航母雷根号最新位置也曝光 目前位于日本海域 离母港横须赫港相当近 白宫预告雷根号未来几周将穿越台海 雷根号可搭载F18超级大黄蜂战机 和各式直升机至少90架 未来还将换装F35隐形战斗机 雷根号可连续航行20年都无需加油 还配有先进火控雷达和防御雷达 另外还有两座RIM-116滚体飞弹 雷根号航向剧本 美国立刻从太平洋和南海 派了一艘两栖攻击舰 和一艘导弹驱逐舰 前来台湾移动海域目前已经抵达 中美军事较励 一举一动也让台海情势更加紧张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带来关心国军 在昨天下午发布新闻稿指出 我方的敌化军舰在东部的海域 严密的监控共军的船舰动态 同时第一时间广播来警告 国防部发言人也发出一张现场照片 指出我方的海军敌化军舰 是在东部海域监控共军的船舰 还强调说千真万确不是披图的 由于说呢 网传的花莲外海出现共军的军舰 甚至跟我其洋籍的蓝阳号同框 连东部海岸的山脉都看得一清二楚 难道已经来到门口了吗 不过相关的渔业的业者认为说呢 流出来的照片披图的可能性很高 也请民众请勿大量的转发 因此呢 国防部发言人强调说 这一次监控到的是共军的船舰 是千真万确不是披图 持续来看到大陆解放军围台军演 第三天大陆官媒持续大力的宣传报道 还公布了解放军接近台湾海峡的照片 甚至呢 距离近到可以看到和平火力发电厂的烟囱 就引发网友议论啊 不过有摄影师看完照片之后 认为说照片当中有瑕疵 不像是实际拍摄的 而军事专家呢 是分析说造假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大陆解放军看似不断的恐吓 其实要给大陆国民做交代 安抚民心情绪的占比 远远比恐吓台湾来得高 拿着望远镜监视我方军舰 仔细看后面 疑似就是和平火力发电厂的烟囱 东部海岸先和山脉更清晰可见 大陆解放军围台军演 第三天官媒大力宣传 还公布多张照片 但就是这张被局仪怪怪的 照片的拍摄视角是解放军052D南京舰 一跃500公尺的超近赏金视角 监视我方的寄阳级巡防舰南洋号 不过专业摄影师认为 这张照片确实有问题 军事专家施孝伟则认为 造假机会不高 不断释出战机俯瞰台湾 非但试射或是船舰逼近 我方海岸线的画面 解放军想威吓台湾人民 但背后其实另有目的 裴后夕议长来台湾之前 他们相关的一些部门 基本上来讲把调性拉得很高 但是现在就变成说 他也一定要有些作为 才能够跟国内的广大民众 交代 因为二号天晚上 大陆微信区普遍都炸了锅 对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他其实要 对内安补情绪的这个重要性 可能会比对外来说 还要来得更重要 对此国防部剖出一张图 表示第一时间广播告警 严密监控共舰动态 还标注不需批图 似乎就是在暗奉解放军 而共舰若真的逼近海岸线 也已经进入顾海英区 海风大队第七中队的 镇守射程范围 解放军围台三日军演 国军绷紧神经 随时应变 记者彭仪德 蔡品宏话电中文报道 中国大陆宣布制裁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还有直系的亲属 不过并没有说明说 将采取何种制裁 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 说他们是为了 为此是访问了裴洛西 16岁的孙子保罗佛斯 被中国大陆制裁的感受如何 裴洛西的孙子呢 是以电子邮件来回复 表示我该被吓到吗 他们要干嘛呢 删除我的抖音账号 在此郑重声明 我根本没有用抖音 再来看到 道路展开了大规模的 围岛索台军演 四美的飞弹呢 是直接穿越了 北台湾的上空 但是国防部 不但没有发布警报 还说飞弹是在大气层 对我们没有危害 所以不需要公布 专家说难道 其他国家发布警报 或简讯是笨蛋吗 中央董事长赵绍康 更讽刺说 万安演习时警报大作 飞弹打过来了 反而装作没事 台湾真的是一个 好神奇的地方 陪洛西走后 共军的飞弹接踵而来 大陆展开大规模围岛索台军演 日媒报道 四枚飞弹直接穿越北台湾 万里新殿南港的上空 惊心动魄 但国防部不但没发布警报 还说飞弹在大气层 对我们没有威胁 不需要公布 又是一切都在掌握中带过 但飞弹都越过了头顶 蔡政府看起来只想躺平 专家更举例2017年 北韩试售导弹穿越日本北海道 当时日本不但及时发布警报 还要民众紧急避难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讽刺的说 台湾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四颗东风飞弹从台北上空飞过 国防部不吭不响 汉光演习没有飞弹打来 空袭警报狂想 等到真的飞弹打过来了 反而装没事 真是平时如战时 战时如平时 专家分析 这是美中斗争的结果 但是台湾倒霉承受 非但直接越过家门口 还想告诉百姓这没什么 蔡政府嚷嚷的抗中宝台 不只怕沦为口号 民众更忧心 身家性命都无法自保 接下来看到 大陆的海关总署 一号深夜 突然对台湾的百家的食品业者 下达了暂时禁止进口令 包括了公元役 郭元役 还有卫权 泰山还有维格 丙家都被列入了 马上下个月就要到中秋节了 之前人士就指出了 在士林发迹的百年知名的高饼店 郭元役将改名更改公司名称的方式来解决 即不再使用郭元役的出口大陆 不过此一折腾 已经损失了1亿元 但至少已经暂时止血了 持续来关心到 大陆的军演 第三天遇到了周末假日 一早东流县的码头就涌进了人潮 要搭船到小琉球 就算距离大陆军演的海域 最近的只有9.5公里 但是游客都说 我不担心 我不紧张 反倒是渔民跟渔饭非常烦恼 认为说暂停出去捕鱼 影响鱼货量很大 就连卖鱼的价格也飙涨三成 东港东流县码头游客大牌长龙 等着搭船前往小琉球 完性完全不被大陆军演影响 大船人朝涌进码头接驳船班班班克满 业者说周休假期没有受影响 而大陆军演从4号到8号 小琉球的位置距离军演海域 最近只有9.5公里 渔民暂停出海捕鱼 鱼货变少 价格直接飙涨 没鱼 第二天就是够多大 演出没关 演出没关 每个人都比较多 每个人都比较多 鱼粮本来就减少 演习导致当季鱼货更少了 像是三角鱼 一公斤从300涨到400 大陆军演没人出海 也有大影响 上游鱼货减少影响价格 让批发鱼饭跟餐厅 头可爆在烧 价格卖高不好卖 有个一窝蜂往小琉球冲 但当地居民渔民 卫生剂烦恼 军演不停 雪上加霜 记得当初话您之会 评论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加冬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